大家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议会,今天是请到翁晓琳老师来为我们主讲,那今天的主持人是Lucy,请Lucy来为我们介绍翁晓琳老师。 Lucy,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翁晓琳老师。 好的,好,谢谢。大家好,午安。今天我们很高兴有这样子的一个北德州委友会办的活动,邀请到翁晓琳老师。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讲者翁晓琳老师。翁晓琳老师他是在1985年的时候主持,在台湾主持过台湾电视公司的节目, 午安台湾长达两年之久。那个节目是也是在台湾首先第一个在中午开播的谈话性节目之一。 同时他也在电视公司做过story editor,另外早在台湾剧场,台湾的剧场资深前辈,像是赖声川之前, 翁晓琳老师也就已经在剧场做过副导,他也有做过副导演的经验。 翁晓琳老师他是在1987年来到美国,在过去这35年的时间里,他的资历可谓是精彩又丰富。 他不但拥有theater arts的学位,还创立了Shining Star After School Program,设计并且带领自由班的孩子们的才艺活动。 在1996年的时候,他也曾经获得了一个Odyssey of Mind的这个Program的一个创意,最具创意的团队教练,奖。 那另外呢,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呢,他等自己的孩子上了大学之后,他的好学又再次的激励他接受了Toastmaster的专业训练,担任过Toastmaster Youth Gravel俱乐部的教练。 他并且在2015年展开了简易力故事工坊,并受邀于两岸三地,带动用科学说故事,然后为青年领袖激励出更多的能量。 另外一方面呢,翁老师也因为他对音乐的在这方面的才华,早在2000年左右,吸引了他回台湾,亲自去拜访玉山部落的传奇布农族,开始为他们写故事。 之后在Dunton Civic Center,故事表演台湾布农八音的一个表演节目里头,他也因此被发掘,因此受邀于德州故事年会,作为客座故事家。 我们所谓说是金子总书会发光的,今年三月,他的话说西游,被德州故事年会提名为2021明日之星故事家,评选对象来自于全美的许多故事家们。 博老师的才华,被这么多资深故事家所肯定,在故事家学会当中是一项极高的殊荣,也是我们桥界之光,更是我们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典范。 397,397 那今天呢,他会来为我们导读,由Richard Peck写的一本书,Straights Like Us。 这本书主要是在为我们讲述流浪的故事,从故事当中,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到,只要我们可以把心安定下来的地方,都可以称作是我们的家。 山姨老师呢,今天他要以他多年来丰富的说故事经验,带领我们从文学性的角度,走进故事的情节里,去体验书中的人物刻画,与他们的内心世界。 好,我们现在来欢迎翁老师,开始为我们导读这本故事书。 欢迎翁老师。 耶,谢谢大家今天的光临。 今天要讲的这本英文书是Straights Like Us。 英文我简单的翻译应该是流浪似你我,Straights Like Us。 Straight流浪,但是因为他作者呢,Richard Packer,他有很丰富的写作经验,很值得分享。 然后,我今天可以把它翻译成流浪者的独白,因为他有非常特别的独白式的写法。 那,我用我的简易力说故事方法,我想今天其实因为在座的各位有很多是我的前辈。 吴公子啊,树珠啊,还有很多杆子啊,汉香啊,都是我非常admire的写作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有关于这个故事,有一些情节,我觉得有时候留给读者自己看。 那么,所以我就想在今天开始呢,我先来简单的唱一首歌,因为这首歌呢,是在这个故事的开手的时候,它有一个Iggy Biggy Heart。 所以,因为它有配合是美国的排舞,所以这个如果你用美国的排舞就是My Iggy Biggy Heart,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And if you take my heart,My Iggy Biggy Heart, He might blow up and kill this man。 something like that,所以大家是很知道的熟悉的旋律。 然后,这个呢,音乐的开始是完全不是Stress Like Us,但是这首歌,它就像一个Iggy Biggy Our Heart。 啊,Richard Pack,1934年到2018,我个人很有幸在他生前听过他的两场演讲比赛。 我听的原因是因为我想学写故事,但是后来我发现,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很想讲有关于德州的故事,德州南方的故事。 所以,于佳佩克她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那么我在她的演讲中发现到她的写作非常的不一般,可能很少人注意到,因为她的主题呢,她有时候会配合历史,她把历史写进来了。 然后,因为呢,她有一个很重要的motivation,她要为青年人写书。 她自己是一个国中的英文老师,她想写一本书给她的,因为她发现现在小孩都不读书,她希望能够把历史写进来,然后写一本给很多有heating power的,给这些国中,因为国中的学生正在面临人生的抉择。 那她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所以她想要为这些青年人写书。 然后,她的情节呢,她让我很感动,是她的写作的方法。 她虽然是一个作家,可是她是没写一段,她就反复的读,反复的读。 as a reader,去写她的书,然后不断的修改。 然后,她里面都是写坏衣服,就是说,这个情节呢,都不是她手识的情节。 但是,比如说,她写她爸爸,她觉得很多的记忆,但是用别人的记忆来写书。 她写她爸爸口中的grandma,她用那样的记忆,然后她去google跟research。 比如说,前一阵子我在文学导读的,A year down younger,她讲的是美国经济大萧条。 所以,她几乎是到了,她有了这样一个idea,她要学美国的经济大萧条。 她到那个library去,把time magazine1937年的那个年代的所发生大大小小的事,做一个time line。 然后,她在这个time line里,把她的说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小女孩,或者是那个grandma, 她用那个想去,如果她在那个年代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她不断地跟她的,她create的这个人物呢,dialogue。 所以,跟她对话,你想你会怎样呢? 那现在情况是这样。 所以,她的故事非常的深入情节,而且她让你非常admire,step by step。 那,她当然用了很多说故事方法,有点像马克图文一样。 来,大家来听故事。 然后,她的人物也是让我非常欣赏的一个,她有非常完美的人设。 这里面我读的第一本书就是A Year Down Under跟A Long Way to Chicago。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grandma,我想Richard Peck,她有非常完美的人设在这个grandma身上。 因为她觉得她想要给年轻人,现在有很多小家庭,很多年轻的小孩,他们可能都不跟年长的人住在一起。 可是年纪太近,像爸爸妈妈的劝告可能都没有用。 可是一个年老的另外一个grandma跟你讲话也许比较有power,或是另外一个小女生跟你讲话可能比较有power。 那,我觉得她在把这个grandma有非常完美的人设,但是我刚刚讲过她用what if,所以她当这个grandma是一个见义勇为,独立思考的女性,她像个男生一样可以用枪来保护她自己。 她有完美的人设以后,她写这个grandma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故事里面。 像她也许在A Year Down Under写六十几岁的grandma,七十几岁的grandma,甚至后来她写下一本书,小孩子长大了,本来小孩子来拜访她是六岁,后面是十三岁,十五岁。 所以她有不同阶段,用完美的人设,可是在不同的阶段来做这个人设的表演。 同时她把这个人设,我觉得她也放在另外一本书里面,也许这个grandma是三十几岁,她年轻的时候,她也许当一个老师,都是换衣服,她不用她的所知去写,她都是写换衣服,所以非常的引人入神。 然后力旺,她就是她的幽默跟这个娱乐效果,那绝对是,真的是她这个泪中带笑的功夫。 她的这个幽默呢,她融合了美国式,我们一般讲幽默,一个就是美国式的幽默,其实她有点像卓别林的墨具一样,都是一些动作的幽默。 那英国式的幽默,她就比较是,她的vocabular,她的word,她的这个语言上的幽默。 然后Richard Peck,她很棒,她两者都有,她同时用到这两个技巧。 然后她最心仪的作家就是马克图文。 所以她常常说,当她心思孤解的时候,她就重写。 重写的时候,她把她的手放在,她把马克图文的Huckleberry Finn这本书放在她的案头。 她就把手放在马克图文的书上,感受马克图文的心跳,那种幽默。 然后她就把这个幽默情节,重新再写回她的故事里面来。 所以有关于她得过很多奖啊,她的opening很重要。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然后换衣服,然后她write as a reader。 她有很多她的分享,那因为在座很多的文有都是权备。 所以我觉得我暂时可以跳过这些我发现到的比较东西。 那同样她,我刚刚说她把历史里面写出来,这个我没有type one,但是stray like us。 因为她关心美国的青少年的犯罪。 然后还有就是说,很多的犯罪是来自父母。 因为父母没有想到家庭的这个自己的选择会造成小孩一个非常孤单或者非常错误的人生。 还有有些人,比如说父母二婚啊,三婚。 可是这些小孩就变成一个很孤独的一个心态的存在。 所以我现在就直接来念课文,我觉得我中间有一些东西我可以不用讲。 那这本书的opening就是Risha Packer她说她的终身写作,她的整个career都是在寻找完美的故事的开头。 所以大家下次如果去逛书店的时候,其实每一本书翻开来,就专注看那个书的第一句话,第一段怎么写。 那Risha Packer的方法,她几乎我假设说她是用一年的时间来写一本书。 那从开头写,慢慢写写到结束的时候,她会把她结束的那个paragraph拿到她的最前面。 当然我们中国是很想启程转合很容易,可是这是我第一次心里有感受,怎么做到这个和。 Risha Packer就是把她的最后的最后一章节,也许是学她的crew,也许是学一些跟她的化妆的舞会,把最后一张的化妆成她的第一章。 然后把她的第一章看都不看,原来改了好几百遍的这个前面的第一章,就看都不看就撕掉了,就丢掉了,把她的尾巴拿来放在前头。 然后我刚刚说过她非常用字,她用字很厉害,她说因为一本书如果前头不能吸引观众继续读,这本书就马上就被观众放走,也不会买,也不会看。 所以她觉得开头非常的重要。 那在这一本Straight Like Us的开头,第一点就是中间这个orange的字,I live in this town for twelve days,and I was up in a tree,the fork of a tree。 就是很引人入圣,我来到这个小镇才十二天,然后我就爬在一个树上。 这个树呢在美国的语言里面,意思是一种给你一种眺望的感觉。 它也许在等人,等待,但是这个树也有一个意思,就是problem。 我们如果讲这个树,张牙舞爪的样子,树是一个这个字的意思在本身的意象上,是有点problem,就是I'm up in a tree,我人身上有很多的problem。 然后她后面有讲,我是Lithi August的,多是知秋。 所以然后她就在讲,她这个树是怎么样? the fork of a tree,在这个树的三叉树干上。 就像这个小孩,她面临很多的问题,她就在人生的抉择里面,她就在一个分叉点上,不知何去何从。 然后这个Fork of a tree,我相信也是Richard Peck很特别的,他为什么要为青年人协助? 就是所有十二三岁的小孩,从小学毕业以后,我们中国人说人生七十才开始,美国的小孩是,人生是七年级的时候, 人生开始面临你对你自己人生的抉择,你选择要走什么样的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如果有一个role model在那里,会对小朋友起到很好的启发作用。 所以这个Fork of a tree,哇,我觉得它就是非常的厉害。 然后Richard Peck说,当它整本书结束的时候,它会再减二十个字。 每一个页它能减的字,它就把它减掉,能减的字就会把它减掉,然后达到很精练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一本书刚开始,OK,好,我现在就开始念课文好了,然后再来分段讲。 I live in this town for twelve days,up in a tree, the fork of a tree. It was a leafy august,多世之秋。 然后他现在开始讲到,就是也是Richard Peck的一个想法,就是男生跟女生, 他在别的书上也有写到这一点,就是男生都不知道女生在想什么。 男生就是,真的是Mars跟Venus。 然后他又力图在这个两性的当中去做一个平衡点。 因为他在学校教书,他很常常跟着小孩子的后面,听听看小孩子在讲什么。 然后他想听男孩子观点,女孩子的观点,男孩子怎么想女孩子,女孩子怎么想男孩子。 所以这一本书里面,我想他做到了这一点,他真的有做到这个两性沟通的跟这个平权的对话这样子。 那他现在在书的开始,我大部分就是念我有Mark的字的地方。 他就讲,He thought he could see me, and I wouldn't。 男生想,他只看到我,我看不到他。 Boy think they can do this, can do that, and you can't. Boy think they do all the looking. 男生都是看,但是they don't know. Girl too。 就是,他就讲男生都以为他们do all the looking,但是其实女生也很爱看男生的,所以就是something like this. 然后那男生就开始,这个第一段的这个对话,我觉得很特别,我为什么称他为流浪者的独白? 就是这个女生他带着故事来的,他非常的孤单,他跟着妈妈在homeless,流浪,无家可归这样子流浪的小孩。 有很多不平凡的生活经验,他其实是拒绝跟人家交往的。 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在树上,然后隔壁男孩子有有一棵树,也是一个男孩子,他就说,Want to hear a song? I know most of the ickie bickie song? And then,但是这个女孩子完全不回他,你可以看到,下面我写No,No,这些他都,男生讲话都有话胡,他讲出来了。 可是这个女孩子完全是用心声来表达,他没有回话,或者他后面也不太多话。 他完全,mostly你看到没有夸乎的地方,就是完全是他用心声来表达他心里的想法。 他不是表示他没有想法,他有想法,可是他不想讲,他拒绝跟人沟通。 所以当男孩子问他,你要不要听歌啊,我可以跟你讲笑话,他的心里就是,No,No, I wasn't up here to talk tree to tree. 我不是来这里,我不是来这里跟你,tree to tree,刚刚我讲他就是很多麻烦,对不对? 他 also是心对心的,我不是来跟你这里心对心的聊天的,不是的。 然后那个男生就继续说啦,他们说你的名字叫Molly,你也是被丢包在这里。 然后他心里想,我只是暂时在这里,跟你什么事啊? 然后他们说你妈妈不太好。 OK,然后他就开始想要,他想他知道他妈妈不太好。 但是你为什么要提呢? 他心里在想。 然后那男生就继续讲,他想要动智疫情。 我也是被丢包的,我是跟着我爸爸流浪的。 然后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就死掉了。 然后Richard Peck这周就写,A big thunderhead drift, cool up there like an august that wouldn't last forever。 乌云照顶,因为这男生开始在动这个女孩子的心。 他说乌云照顶,我可以感觉那个问题要来了。 然后呢,他就说,就像事情,这个乌云照顶的时候就cool off嘛。 所以这个炎热的夏天,这个八月,好像也不长久。 他说I wanted the time to pass,我希望时间过去。 因为他要等妈妈来,他希望时间赶快过去,妈妈赶快来。 But I didn't want the august over. 我却不想要August赶快过去,因为August过去以后9月就开学了。 那妈妈还没有来。 So I didn't want the august to pass. And not want the summer to over too. 三段式的,一步接一步逼着,到现在他想,我根本就不希望Summer结束,因为妈妈还没有来。 然后那男生就继续动智语情啦。 我们要去同一个Junior High啊,我们都是被丢包的啦。 我们都被丢在这个,在一个爷爷奶奶家或是姨婆家这样子。 OK,然后他就说,他说你被丢包的那个,它是他的姨婆,Auntie Faith。 我有时候会想他是王妃的样子。 他这个姨婆呢,他说他,他,他就说,啊,我根本不想理他。 I let them pass. 但是那男生就继续说,你的姨婆开着一个dodge the dart。 你不能keep任何,你不讲话,你不可能keep任何secret的,你姨婆做很多事,在这个小镇,他帮很多人,他到处去,大家都知道你的故事的,你不要都不讲话。 然后他跟他讲,everything old here,就是你做的那个苹果素也很old的,那个苹果不能吃了,很酸了。 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女孩子心里的punny,他说不能吃是吧,他就拿了一颗咬一口,确实是酸酸的吐出来了,但是很安静,连他咬一口苹果的声音都听得到。 然后他就说,啊,I wouldn't know soul either,就是那个男生就是跟他讲,我在这里连一个人也不认识,一个soul,even know me,even我自己是什么样的灵魂,我都不知道。 然后呢,女孩子想,我也是谁都不知道啊,然后,但是他心里在想,还没有开选嘛,I want my mom to come back,to get me for school started,that's why I'm up in the tree,and I was counting off the day,我就在树上打发时间,树馒头,等我妈妈来,然后呢,我每天,I trying to make each one of them long enough to bring my mom to come back. 我每天在这里慢慢的等,让这一天变得很长很长,让我妈妈有足够的时间来。 然后这时候那个隔壁的男生叫Will嘛,他就是他的奶奶就出来倒了一盆水在那个他的garden里面,然后这个你知道,他就是讲到人家可能年轻的时候,他看看隔壁的那个garden,然后人家年轻的时候可能都种花,但现在是bow的,什么都没有。 然后他想反正没有花,就是把那个废水就倒在屋外,这很多老人家会有的那个现象,省水。 然后就听到,然后奶奶叫,Hoy,Willy Eugene,OK,叫他回家,然后I'm talking about right now,叫他下来,树从树上下来。 然后他这个Richard Pack就写这个男生的心事,男生想从树上下来的时候呢,他想挑一个like a jungle fighter,像一个那个jungle fighter,可是呢,他就跌的hit the dirt,就他就跌了,就hit到那个泥土里面去了。 但是他很快的爬起来,好像too proud to run的,就是写那个男生的心情在女孩子面前,不想太出球,想要好好表现,那结果他就是跌倒了嘛。 那所以Richard Pack在他的写了一段动情的东西之后,他会偶尔来一点动作的跌跌撞撞的东西,就是这种美国式的幽默的东西。 然后他就是用了很好的字,jungle fighter,too proud to run,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他用boss来稍微break一点,然后他就讲那个晚上呢,快开学了嘛,他sleep late, 因为他还继续想把这个holding back time,在等妈妈,他想把这个时间能够动入在这里,所以他sleep late的。 然后他想到他以前跟妈妈呢,他是没办法sleep late,因为在流浪之家就是,你就是get up,七点钟就要起床啦,然后就得走了,去吃饭干嘛的。 然后这时候他就下楼了,ok,然后他听到有邻居来拜访他的安妃,他的安妃是一个practice nurse,就是因为他有一些护士的经验, 所以很多在乡下的小地方为了省钱就是来接受他的advice,然后拿药啊干嘛,或是看病,就是可以省钱。 然后他就听到一个隔壁的邻居来讲,they call it a hospital?他们这样也叫医院吗? 然后well is rough on you,对你很困难吧? 然后这个小女孩,他知道他在讲他的妈妈dave,因为他听到他提到hospital,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女孩等妈妈已经等到,他不是叫他mommy,I'm waiting for you,他叫他的名字dave,ok? 然后但是他知道他们在等他妈妈,然后他听到这个邻居在讲, oh,there's another case like this,right next door,你隔壁也有一个也是这样耶, 然后那个安妃就假装他不知道,他就说,oh,那McKinnon?ok,他就问他,然后他就说,oh,rough on them,对他们也很困难吧, 你知道这种乡间的八卦,然后这个安妃就很正义的就是讲,他在讲,if we don't take them in,where are they going? 这些年轻的小孩,你不把他带进来,你不带他,你知道他们去哪里呢? 然后那个邻居就发过,oh,I guess it's just temporary,大概只是暂时了吧,oh,但是他说,something is more temporary than others, 这安妃就是回他,你就知道他就是什么天不怕地不怕就回他,这个暂时啊,还要比暂时跟暂时的呢,ok, 但是这个女孩子他就往后退,他totally don't want to hear that,不想听, 然后the next morning呢,安妃就带他去买那个衣服,带他,对不起,我的电脑有点发胆, ok,the next day呢,安妃就带他,诶,那个时候有马修耶,他就带他去马修买衣服, 然后就看到一堆衣服里面,有很多迷你裙啊,那时候郁佳佩克把历史写进来, 就是他把当时的服装的,就是我们以前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大帆领,有没有,那个大帆领, 然后他就说很多女孩子在那边试衣服啊,然后对了一点也不收啊, 然后他觉得那个都怎么看都不像是学校的衣服吧,可是很多女孩子在那边选衣服, 他们上学的衣服,然后他就问那个Auntie Faye就问他说你去年有上学吗, 他说三或四次,他流浪过三四个小学,然后他也不知道他就传说他就乱选衣服, 然后选了一件,然后他就拿了一件,他眼前看到有一本notebook, 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蓝条纸的那个notebook,他选了就走了, 然后他回到家的时候看那个他头发长了嘛,他就说我的臉呢,怎么办呢, 他其实你知道这种,他不但拒结构,他根本不在乎什么身上, 他只问而已,他不在乎,然后那个Auntie就拿厨房的剪刀, 然后就跟他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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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讲,你看他Richard Packer用的是, looming over me, and snippet around my ear, 他looming就是剪他后面,looming就像那个胶织, 你织布机在那边胶织,然后snip around my ear, 我觉得他有点是双关语的意思,就是这个,这个Grandma就是, 这个Auntie Faye就是在后面,织他你知道吗,看他该干什么, 然后耳蹄灭命他snip around他的 ear,就是两个意思, 然后他就说我根本勾啃的头发,I don't care, OK,然后他想他妈妈,因为他知道, most of time,他妈妈的手呢,是all over the place, 所以他透露了一点,他妈妈被药营控制, 所以他的手抖,然后all over the place, 然后when they are steady,如果他不犯药营的时候, 如果他能够手不抖的时候,其实他妈妈是非常, 可以work in the beauty parlor, beauty salon,他可以剪很漂亮的头发, 他心疼他妈妈,然后他就是无所谓, 他头发被剪的狗肯一样,如果我看不到我自己, 管他谁看我,然后他mob, to slow down the day,再次的Richard Pack用mob这个字, 就像拖把一样慢慢的拖,因为他在等妈妈妈, 对不对,所以他slow down the day, try to mop slow down the day,然后这个城市里面, 每个城市都有很多的秘密, I don't want to know,我对这个城市, 这个小镇没兴趣,我不想听, 谁家有什么事,我不想听, 这个秘密,站着Richard Pack很大的一个写作的地方就是, 这个秘密就是,什么东西都有秘密嘛, 他写的就是,他觉得他写一本书, 其实就是给青少年一个家庭, 给他们一个家庭的秘密, 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秘密, 当然另外一个意思是说, 美国的小镇,几千个人小镇很小, 稍微一点风吹草动, 大家就一船是十船百, 看起来像没有秘密, 什么事情都知道, 但是也有很多的rumor, 也有很多谣传, 就是意思就是一个正确的philosophy在里面, 但是他就是用到这个小孩Molly的身上就是, 管他谁家什么事, 我不知道, 我不想知道, 然后他现在住的是在Auntie Faye家的二楼, Auntie Faye在楼下, 他就讲some of the living room couch in front of the TV, 他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Auntie Faye有点像电视儿童, 他就在电视前睡觉, 然后就看电视睡着了或怎么样, 他自己在楼上, 然后他知道以前Auntie Faye可能这个房间有出租过, 因为有一些别的女孩, 或是他借我寄过谁的中途之家, 不知道, 但是有一些Bobby Pen啊, 有一些Hanger留在那里, 但是anyway他觉得这不是我的房间, OK, 这是暂住的房间, 然后他的学校的校, 他买的衣服挂在那个墙壁上, 他看一看, 他觉得我那天已经瞎了, 怎么会选这种衣服, 然后他就在想first day他要穿什么衣服, 大家都有听到吗, 因为我现在的荧幕只看到我的share screen, 所以make sure everybody there, 可以谁回我一下, 有听到, 听到, OK, 谢谢你, 然后他就看那件衣服, 就是我吓了一颗, 我怎么会选那件衣服, 然后想我明天不要穿他吧, 我穿我那个six flag的T恤吧, 但是有一个voice inside of me, I better not, I was 12, 我已经12岁了, 开始有点小女生的心思了, began to little voice inside of me, 我觉得我应该听听看, 我心里的心, 真正的心声, 12岁小女孩有, 我应该是不是要打扮漂亮一点, 不要这样随便穿, 但是I couldn't decide, I couldn't get understand, 我根本没办法决定, 我根本没办法决定, 这是干嘛, 这就是回到Ridja Pekka讲, 他就是在一个, the fork of the tree, 这个人生到底该何去何从, 他连一件衣服, 他都没办法选择, 然后这时候, 剧情紧张的来了, 他听到我们那个水管啊, 那个漏水的那个水管, dream pipe, 刷刷rattle, 傻傻作响, 他听到那个墙上的那些, 有些vine爬墙的那些藤类啊, Russell, 有声音, 然后呢, 他想我如果这时候, 我可以像个小女孩, 赶快跑到楼下, 穿到unfade的怀里, 说我怕怕我怕怕, but I can't, 我觉得这时候他怎么样, 他说我就把灯关掉吧, 就眼不见为尽, 我看我什么事都不要发生, 可是他听到鞋子的声音, 他听到有像鬼一样的, 有人在他的roof上面走路的声音, 在那个屋顶上走路的声音, 然后因为那个屋顶是很old的新狗嘛, 你稍微碰就会可以听到那个傻傻作响的声音, 然后他说我想去把灯关掉, 把那个灯关掉, 我可以save在dark里面, 所以这非常非常的, 写到那个女孩子的心情就是拒绝与人来往, 他整个人就是在dark里面, 然后这时候那个screen door, 他想哦, 还好那个screen上面还有多了一层保护, 对不对, 是那个bug不会来的, 可是他又听到有人蹲在那里, 而且非常靠他的window, 他整个大脑就是frozen了, 然后无助的哭不出来, 但是眼泪一直流下来, a tear come out, and run down into my ear, 都是流下来了, 但是他没有声音, 你知道吗, 然后这时候他听到有人叫他, Morley, Morley, 他坐起来了, Morley, is real, 听到有人叫他, 知道不是鬼, 他气起来, I want to wind his squarmy neck, 我像他的鸡脖子给扭断, 把我吓成这样, 然后say, 三更半夜, hanging on my window side, like a bed, say, 三更半夜在我的窗外面倒吊像个bat, 像个蝙蝠一样倒吊着, 你可以感觉到这个情节, Richard Pack, 写的这个幽默感, 然后就进, 他们就没有说话就停在那里了, 然后他就说, Let me in, 他就roll off, go in, 然后in the light, he was, 然后他就让他进来, 这同样再次的, 就是这个跌跌撞撞, 那上次他从树上跌下来, 这次他从窗外跌进来, 然后他看这个男生, pale, and then很小, 很哀笑, what do you think you're doing anywhere, let me in, 然后他就讲, he was always dropping down out of some place, you better get out here, 他就讲他的安废, 可能会skin me alive, 把我的活活的, 活剥皮了, 然后, 他就看那个, 这次是他那个, we will进来了嘛, 所以他可以近距离的看, 他刚刚说, 女孩子也看男生的, 他wasn't tall, 他高, 然后他的summer haircut was growing, 他可以感觉到, 他现在那个头发吹在, 像那个夏天可能卷光头的, 现在都已经吹下来了, 他夏天可能是bazka的, 现在都头发都已经吹到眼前下面来的, 他的脸上有那个freckles, 就是一点雀斑, 然后他讲的很好笑, his shorts up, 短裤太长, 或长裤太短, 然后他就说, 你只能做一分钟, OK, 然后那个hair在他的前面, barely, 然后看到他的脚, 坐在他的床上的时候, 那个feet barely meet the floor, 那个脚都还在地板上, 就太矮小了, 坐在床上, 脚还可以往上, 都过不到地这样子, 然后他整个就像一个老头子一样, like an old man, 然后这个男生就是跟他讲说, 哦, 我明天就要去上学了耶, 去那个, 那个本来是一个小学, 现在是junior high, 他本来以前是, 很久远以前是一个小学, 然后我们明天就要去上学, 他就看起来, 那个男生他可以感觉到, 那个男生, 因为也是被丢包嘛, 他look a worry, 然后呢, 他可以感觉得到, 因为他自己也一样, 他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然后他觉得那个衣服挂在床上, 就是他的final, 当他穿到这个衣服, 他真的妈妈就不会来了, 然后, but I wish he was one, 他说, 我真希望这个男生是一个女生, 我想他那个男生也一样, 希望我是一个女生吧, 没办法谈心的, 然后, 他就说, 明天我们一起上学好不好, we walk to school together, only tomorrow, 就明天就好了, 至少我们两个人, both of us, will know two people, 就我们不会那么孤单, 哇, 听起来就是, 这两个被丢包的人, 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就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学校, 去进了一个陌生的学校, 然后这里刚刚提到的一个, 就是这个grandma他, 我将要进入, 就是第一章, 第一章结束, 然后这个grandma, Risha Pack的grandma, 都是每天很忙的, 忙进忙出, 四处行侠仗义, 在家里有空的时候, 一定在做这个cassero, 就是美国人都是做一盆, 然后烤, 烤完就放冰箱冰, 要吃的时候热一下, 就是因为他要为很多人, 帮很多穷苦的人送饭, 帮很多有需要的人, 所以他always, 然后他又是一个nurse, 他知道谁有些生病的人, 没办法吃饭, 所以他在家的时候就是做饭, 然后做cassero, 然后这个是我有一次在纽欧人, 我们教会的合唱团, 去为纽欧人homeless的人唱歌, 在河岸上, 有很多的homeless的人, 然后我们也去拜访homeless的, 在纽欧人他们给homeless的人吃饭的地方, 就是按时间的吃饭, 吃完饭就得走, 但是他有工三餐, 然后有学校, 因为他想把这些homeless人学一点电脑啊, 或做一点什么, 然后因为这本书有提到就是, 他闻到那个gass station的味道, 然后我确实在那个纽欧人, 这个homeless之家呢, 是有闻到, 就是有不知道就是像机油味, 就是真的是有那个味道, 然后你看我中间那个, 有一个黑色有亮光哦, 我觉得他很漂亮, 可是你知道他原来是叫, 就是去的那个homeless home的, 他的上面, 他外面有玻璃门嘛, 你看玻璃门都好多被砸碎了, 然后上面有那个天窗的地方, 就用黑布盖起来, 那黑布都破洞了, 外面的阳光照进来, 所以我就觉得, 那个地方就是很简陋, 有些用黑纸啊, 然后有些因为年代太久了, 就有破洞进来, 然后就是在纽欧人在一个教堂的对面, 然后中间下来, 你可以看到那个homeless之家出来, 对面的建筑有漆了个蓝色的, 中间有那个三个兔子, 那个他们有点是就是艺术装置在那边, 然后我们那天就在河岸上表演, 整个orchestra跟去, 然后有那个homeless的人来跟我讲, 他隔天, 我因为我们隔天还有再去表演, 他有隔天有回来, 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听到的orchestra音乐, 然后云莫人有很多就是女生, 也不知道他们做什么, 就是闲杂人等, 就在外面就闲凉在那边坐着, 然后第一张, 最左边第二张中间那一张是, 他们有一个简单的农场, 给这些homeless的人可以来种一点东西, 所以他们可以用那些东西, cook东西给他们吃, 所以这是homeless home, 然后我接下来往下念, 就是他就讲那个garden, 是岁月为什么, ok, 13,14,15, ok, we saidgarden now, 然后他就说, 前面是什么, 然后前面是在接说那个garden就说, 我很, 我如果有时间我就会在家做饭, 然后就是做cassero, 然后但是我不是flower person, 我的花园里面以前我种了好多都是菜, 有什么种什么吃什么, 还蛮会做饭的, 但是现在我不mess with这些flower, 然后这个女孩子在心里想, 我也不喜欢flower, 因为让他想到妈妈的病房, 病房里面就很多的flower, 然后这时候他看到那个will在他grandma家的外面等他, 他就隔壁嘛, 所以他在外面可以看到那个长发还是没人捡, 还在风中飞, 但是他坐在那里, like a pot plain, 像一棵植物坐在那里, waiting for me, 哇, 第一次有人waiting for me耶, 很特别, 所以他是写出来那种感觉, 真的是, 然后他的grandma把他叫回来, Hey hey hey, come back, you miss a tag, 就是衣服后面那个牌子, 买了新衣的牌子还在后面飞着呢, 然后他其实grandma是趁机会叫他回来, 跟他讲说小心, 因为12岁, 13岁嘛, 就是女生很有, grandma其实他在里面讲take care女生很麻烦嘛, 因为少女有一点点想要交男朋友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就whisper在他耳朵, be careful of the McKinney kids, 隔壁那个小孩子你要小心, 然后他就问他说为什么, don't ask me about his dad, 不要问他爸爸, 他说how come they say he is in jail, 隔壁发生什么事, grandma知道, 但他不说, 他说听说他爸爸在监狱里, 就是叫他不要跟男生太亲热的意思, 然后他就跟那个will就走在那个街上, 要一起去上学了, 他说他们ember alone, like a pair of lost dogs, 就像两只流浪狗一样, 在街上走, 然后这时候, Risha Packer又来一下, 就是他又开始写这个动作, 就是他暖心了一下, 然后让你揪心一下, 他又来一个动作, 这个男生呢, 到那个路口的时候, 他看他嘛, 他wosh, puff himself out, 就是男生也有一点少男少女的心思吧, 他就是稍微熊啾啾气昂昂的一下子, 然后walk steve leg, 那个跨步走正步在那个街上这样子, 但是这个女孩子很清楚, I make him look like a winding up door, 他根本就不理他, 他说他简直看起来像那个拉线的那个娃娃, 那个线断掉了, 像那wining door, wining door, 像那个线断掉的娃娃一样, 然后boy put themselves through, 他很清楚这个男孩子也是, 就是有点想要勾引他的那个小小的意思, 他想要故意表现一下这样子, 这时候呢, 他们走的那个街上快接近学校了, 那个黄色的巴士就冲进来了, the yellow school bus was gone past us, b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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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g, 这样子就是gong像枪一样的pass us, 然后我们两个呢, we were inside of the school, 我们现在在学校的border里面了, 然后因为大家坐在校车, 男孩子都会骑后嘛, 因为看到他们两个一起走路上学嘛, 所以when the dam broke, 他可以想到这个谣言的这个大坝要溃体了, and the words burst out of him, 大家一定会开始谈论这个男孩子, we will, 那个we will就想, 我希望我们, what I wish is a UFO, 是一个幽浮能够飘下来, 然后呢, down the ramp, 放下那个幽浮的阶梯, 然后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太空舱, the space capsule, and then呢, 我们就像那个天线宝宝有没有, pod people, 像那个外星人一样, 然后被他吸进去, 然后帮我们做检查什么, 然后放学的时候才放我们出来, 然后这女孩子讲, 是啊, 她也很想, 就是她说, we are the one of them from our space, 我们也是part people, 然后, now school was学校靠近了, 然后这个学校就是她的安费, 上过的小学, 现在改成了国中, 所以I could picture安费, go into the gray school here, 她可以看到安费, 进入这个学校里面, then we will cut out, a mob of strangers, 她在学校看到一群陌生人, 然后在那边roar, 在那边大叫, yelling, 就很闹, 学校很闹, 然后学校就announce, 新学生到这边, 旧学生到这边, 她一看, 她本来at the 12, you always think about you are the only one, 12岁, 我以为我是这学校的唯一的新生, 没有想到这个学校的新生, 比旧生还多, 然后她看到新生长什么样子呢, black lips, 涂着黑色的唇, nose ring, 鼻上有鼻环, bare middle, 中空装, to jump in to sit down, 根本跑来跑去嘻嘻哈哈的, 没有人坐在那边stay still的, 然后boy呢, 他们都坐在椅背上翻过来的, 然后boy都穿什么, 低腰裤, 那个可以露骨钩的那种裤子, 所以你可以感觉, Risha Pack他很新潮, 他观察社会的现象, 而且我很喜欢Risha Pack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写的这个时代, 是我知道的时代, 我可以想象到的是, 我了解的时代, 但是我从来没有pay attention,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把这个时代, 因为他也想, 我在想他也想, 以后的年轻人也知道what happened, 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他会觉得历史是会重复在每个人的心里, 这样孤单的人, 不是因为这个时代才有的, 每个时代都有孤单的小孩, 然后每个时代都有孤单的叛逆现象, you are not alone, 所以他把这个时代的写下来, 我想是给未来的年轻人, 当他孤单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方向可选这样子, 然后他看到这些学生, 他说, You could smell the worry, 问题学校, 问题学生啊, You can smell the worry, 我觉得这个英文真的是太棒了, 太喜欢学英文, 就是因为Risha Pack有这么好的描写, 我的字, even我知道了, 下次我讲故事, 我还是不会用, You smell the worry, 但是I try, OK, 所以他就讲, Wheel在学校很popular, 因为那些女生就围着他, keep him from sitting down, 就是keep他, 然后如果他不小心溜走, 又grab back, when he noticed, 然后他就心里在想, 这么多人都是被drop off, 都是被丢包的吗, 然后I couldn't believe it, because some of them move from, 至少有些人是跟着爸爸妈妈来的吧, 然后那后一儿就说, Do they look at it? 他们像吗? 这些黑唇鼻黄的小孩, 是跟爸妈来的吗? No, they look like a puppy people, 他们像外星人, 所以, 然后那个小, 那个Wheel就有点小坏坏的那个心思嘛, Hey, we could hold him, if we want to, 要不要跟我牵手啊? No, 他说, Quit trying to act older, 不要那么疑老卖老, I didn't mind, 但是他心里想, 你看后面那一句, 是他心里想, I didn't mind keeping here, 其实他在旁边, 也好, 旁边那么孤单嘛, 这有一个人跟他有点点亲近嘛, 是很好嘛, 所以他就排队, 排在那个Wheel的后面, 然后就看他的耳朵啊, 他的脖子瘦的, 瘦小, 所以他就给他取个缩号, 叫Skinney McKinney, 然后这时候, 那个Makini, Wheel呢, 他就这个McKinney呢, 他就秀他的成绩单啊, Oh, I have one transcription, and then long enough to have one, 就是哇, 他有成绩单呢, 他在哪里留那么久, 还可以有一个成绩单, 他说California, All over, 我上过全加州的学校, 但是我有成绩单, Makini没有成绩单, 他上过太多的学校, 跟妈妈流浪, 然后这时候老师就叫他过来说, 嗯, 你跟你的great aunt, 跟你的姨婆住在一起, Fay Mowberry, Mowberry, 然后他说, 你也是Mowberry吗, 你的last name也是, 你也姓Mowberry吗, 然后你看, 他下面是他的新生, 他没有回老师, 然后他就想说, 他心里想, 我们根本一点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好不好, 他marry一个男生, 一个, 他marry一个人, 那个last name是Mowberry, 这个男生呢, 他有个兄弟, 就是他的外公, 所以他妈妈的爸爸, 有个兄弟, marry他这个auntie, 跟他这个姨婆mary, 所以他的姨婆姓Mowberry, 他的妈妈也姓Mowberry, 他说, 但是妈妈, Debbie, 他的妈妈, was a Mowberry, 有姓叫Mowberry, 是因为他有爸爸, 而我, I was a Mowberry, because I never had a father, 多么差的差别的待遇啊, 妈妈姓Mowberry, 因为他有, 他爸爸叫Mowberry, 我没有爸爸, 我也叫Mowberry, 就是很感伤的, 然后他就讲他到学校去, 他话来忘了, 就是坐在最后一排, 像一个visiting一样, 我只是来参观而已, 我不要留在这里的, 然后这时候, 他就看那些学生的穿着, 他就那些旧学生, 他们mix up一些乡村风的衣服, 但是他发现新生都穿新衣服, 他觉得, 就是因为他们跟旧的人, 他跟这个地方是格格不入的嘛, 连新闻人也dress up for the first day, 觉得, OK, 然后他就, 他就看到那个学校的cafete, 我们美国学校cafete就很多长桌嘛, 其实homeless之家就是这样, 也是很多的长桌, long table, 然后很多人, 他们就算吃得很快或吃得很慢, 他们其实都想要留在室内, 因为室外很热嘛, 那室内有冷暖气嘛, 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他就, 又来一个好笑的, 他就看他打开他的餐盒, 嘿, 他竟然发现那个隔壁, 那个wheel, 竟然跟他有, 他的餐盒另外的一半, exactly the same lunch, 一样的lunch, 他们都有起司, 都有sandwich, 然后他像, 他是他一半的sandwich, 他有那个起司, 他像他另外一半的起司, 他就觉得奇怪, 然后他没有问他, 然后他figure out, 第一天他发现, 他数学不行, 但是他可以read and write, 他没讲, 他就是至少能够read and write的嘛, 然后回家了, 就是回家了, 然后回家的时候, 因为美国学校嘛, 他就经过那个, 就在old town嘛, 他就看到那边, 原来, 因为这个小 town还是有, 每个小 town有高级区有低, 那这个小 town就是比较取贫, 就是一个房子建造, 就像他的安废住的那个房子一样, 就是比较poor side of the town, 可是他看了以后, 他心里很有感触, 也是他的心声, I think poor, 我看过比这更穷的, 无家可归的人, 他们连家都没有, 这看起来那么poor的家, 至少他们还有家, 可是I think poor, 然后, Wuio就说, 你有没有住过房子啊, 然后他就说, 那Wuio, 看到他的心情, 然后你, 你现在, I wish I did, 我希望我住过房子, 他说wish what? wish I had a room to myself, 他就说, 你至少还有一个房间呢, 现在我连房间都没有, 他可能就在隔壁家的这个, 他的grandpa, grandma家就是住在沙发上, 然后, then he peel off his house, 他把他的这个家的这个棉被的旧底翻出来给他看, 告诉他, 我在这个, 住在你隔壁, 我连房间, 你比我好了, 你至少还有一个房间呢, 我连房间都没有, 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的grandma呢, never leave, seems, 看起来从来没有离过家, 他自己的安妃呢, Auntie Faye呢, 是几乎不在家, 隔壁那个奶奶是每天在家, 跟那个Wuio住在家, 他不知道为什么, why, 然后为什么我跟Wuio会有一样的lunch, 他现在不知, 他现在知道了, 因为他的grandma, 他的Auntie Faye是每天做饭的人, I flopped down,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情, 这是第二章快结束, I flopped down, 我非常感动这个字, 他用I flopped down, 我跌坐在地, on the top of the porch, he waiting for me this morning, 他回到家之前, 在经过那个Auntie Faye的家前门的时候, 他跌坐在他的潜艇, 这个潜艇今天早上有人等过我, 但是他回想, 看那个在这个潜艇上面破旧的油漆, 然后他看到那个潜艇上面有两个挂钩, 以前是挂着摇椅的, 然后他那个他pain的那个sealing是, 就是Robin egg blue, 就是有点Tiffany蓝的颜色, 然后他知道那挂钩上, 现在已经没有看到那个porch, 他used to be have a screen, 他知道他的grandma跟这个隔壁的wilma的, 那个wil的grandma, 他们两个曾经小学同学过, 然后他想他们以前已经在这个房子门前, 一定嘻嘻闹闹吧, 很热闹吧, evan这样的两家, 但是现在他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在这里, I made it through the first day, 我第一天通过了, 今天第一天上学, ok了, 但是I have a little talk with my mom, just in my mind, 但是我的心里一直在跟我的妈妈说话, Now it was too late for her to come for me, before the school start, 我以为你开学前会来接我, 现在已经太晚了, 开学了, 你没有来, but Debbie, I told her, come when you can, 你就是要来, 不管什么时候, 你能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来, come when you can, 这是第二段, 有没有大家要休息一下, 要不要听歌一下, 上个厕所, 我现在放一首歌给大家听, 我现在在43, ok, 我想放一首歌给大家听, oh yeah, 这是美国1951年的歌, 也是跟这个时代是很符合, 我现在讲得比较好, I want to take you quickly, 然后, this land is my hand, from California, to the New York Missions, from the Rosewood Forest, to the Gulfstream Waters, this land was made for you like me, as I was walki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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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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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我很同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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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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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